HELLO 我是千千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化妝素 就是在淘寶買的 大家都知道我淘寶買了化妝素回來試 結果我覺得效果出乎我意料的好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我買的品牌叫瘦瘦朗 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有觀眾跟我說它買完回來的感覺很好 所以希望我也試一下 我買了三樣東西 首先第一支就是它這個超級大號的碎粉掃 第二樣就是它的化妝掃塗裝 Full Set 就是一個啡色柄的 不過我今天不會試這五支的眼部化妝掃 因為這五支掃和我本身買的眼影掃 都有點像 所以我今天就不試這個 可能下一條妝片再試給大家看 但它們的毛質也是很柔軟 它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的包裝上是比較漂亮的 是一個海洋感覺的藍色 還有一點點閃粉 是有設計的這個掃的包裝 這套化妝掃一共有14支 那麼多 除非我都不用10元 是因為我整個星期買的 119元一元 是超級划算的 這條片主要是化妝掃 所以我會跳過一些 我不需要用掃上的步驟 我現在也要塗粉底 首先我今天用的粉底液 是Cisley的Liquid Foundation 它是超級無滴薄 我用這麼小顆豆的份量 就夠我塗全面了 剛才我已經塗了那個 Makeup Base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上粉底液也可以 它是一個好像在塗精華的質地 但是它不油的 你推開會有一點半霧感的狀態 沒有用碎粉設定的底妝 它也保持得挺漂亮的 我最近很喜歡用這個粉底液 首先我先試了它的遮瑕掃 它這個遮瑕掃 我自己覺得它偏厚了一點 但是它不會吃完遮瑕膏 而且混合得不錯 我就會跟NAS的遮瑕膏上 雖然這個掃 不至於幫你上的遮瑕很貼薄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幫忙 在手背推開了一點點 我自己會 然後再把它印在眼底位置 先 另一邊也一樣 推開 之後我就會把掃上面 多餘的遮瑕用紙巾抹走 不是很薄的那種遮瑕掃 但是它不會推到你有掃痕 或者一塊塊的 而且如果你有暗瘡抖印 它的頭夠沾 你可以印到它的位置 以它不需要10元的價錢來說 是很棒的 我也收到相識問 我買這個淘寶掃回來有沒有味道 我自己買回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闖味 就是那些 噴住了的那種味 我就洗了一次 然後用 其實已經沒有了那種味 只買回來那一刻有 那你也不可能馬上用 我就有洗一次 而且洗了幾次都沒有脫毛的問題 所以我也覺得很好 其實它這一枝比較貴的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它的掃毛雖然很滑 但我覺得太大了 對我來說 那我自己 如果是我有那一套掃 其實就夠了 不需要再額外加錢去買這一枝大的 那我就示範這個爪粉力給大家看 我就不用它來上水粉了 那你拿了那個粉之後 它全部掃都是 你拿了粉之後 你抖走多餘的 爪粉力很好 就算抖走多餘 它也不會抖走 而且是很平均的 不會令你臉上得一塊塊 是不錯的 這枝大掃 如果你不需要買小掃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它這枝大掃 或者你一直都找到很大的碎粉掃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它 那這一套掃裡面 有兩枝粉掃 一個是大號碎粉掃 一個是扁平的粉餅掃 那我先試了大號碎粉掃 給大家看 一樣都是拿了 少許碎粉 看到 抓得很不錯的 然後抖走多餘的 我就潤了半邊面 用這個掃上給大家看 但是呢 我其實有時候 喜歡用小掃上碎粉 是因為它可以上到鼻角 鼻角 鼻液的位置 都可以上得很細緻 我喜歡用小掃來設定 但這個也很好 這支是它的粉餅掃 比較扁平 薄一點 剛才那個圓波形 這個就是橢圓形的 一樣都會拿了少許碎粉 但就多餘的 好 你看到 它就好在這個扁平的 你可以壓到這個 眼底的位置 和鼻液的位置 不過都是看你自己喜歡 因為有些人喜歡用乾粉餅 那就可以用它 今天用到的碎粉 也是舒服的 它有一個斜角陰影素 尺寸很適合 這個粒位 今天用到Charlotte Tibbury 這個陰影粉 看到它罩了的陰影顏色 我就想在這個塞角位 和這個粒位 它會混合得很均勻 你看到我不會有一塊啡色的問題 我試了這麼久 覺得它們的掃最好的 就是全部都抓粉的好 但是又不會讓你上到一塊塊 因為有時抓粉的好的掃 又會有一塊塊的問題 搞定了陰影之後 就到胭脂了 它們的胭脂掃 也是比較扁平一點 像剛才它們的粉餅掃的細枝板 我今天就選了這個顏色 我經常都覺得 炸All Back的胭脂會變得很粗 要認真地塗 塗在眼尾的位置 然後我再用前面這個紫色 上在前半段的位置 其實我拿了一下的粉 就已經上到這個很sharp的效果 接著就是它的光影素 是尖頭的 有一點點像我之前買的Sigma 這支比Sigma那支 我覺得更加棒 因為它的尺寸 小一點點 然後它的毛質很軟 它抓光影抓得很好 我今天選這個 一點點粉色一點的 上在這個位置 和尾骨 因為剛才的胭脂已經很sharp 我就上了一點點 這支又是超棒的 如果你之前喜歡Sigma那支的女生 一定會更加喜歡這個 它有兩支掃是關於眉的 我記得其實已經畫了一點點了 眉掃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點擦掉色 不建議大家當眉擦用 其實可以用來梳折毛的話 我覺得更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斜角眉掃 都比較硬 但它是比較軟身得來 出到一個很站身的效果 這支挺正的 好 接著就到鼻影的部分 這支掃是我全套掃最喜歡的一支 因為它是Pencil Brush 但它的尺寸很適合我的鼻子 即是我的鼻子可能大了一點 但是它有一個再小一點的版本 如果鼻子比較尖小一點的女生 就可以用它比較小一點的尺寸 但這個尺寸是超適合我 今天用的眉粉也是它 便宜一點 打鼻影的位置 我先畫鼻頭 接著打鼻涼 大家看到這支掃很適合我鼻影的陰影線 而且我會因為這支掃魚去買這一套掃 一定如果我不見了或者怎樣 因為它的毛質很軟熟 它拿粉拿得剛剛好 你打鼻影的時候 絕對不會帶了一盒啡色出來 剛剛好 blend得很漂亮 這個也很棒 這次眼影盤選了Shartibri這盒 是因為我覺得它這次這個 做得比它平時四色眼影更好 不論牙色還是珠光都漂亮 而且它的珠光做得閃緒的效果 即使是珠光不需要加閃粉 它也有很漂亮的眼妝感覺 所以今天選了這盒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用了斜角的眼影掃 首先我用斜角的眼影掃 拿一點點珠光白色 打鼻骨 還有做眼皮打底 我覺得這支赤角掃很適合這個位置 用來做blending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珠光啡色很漂亮 大家看看這個眼色超棒 那我就塗在雙眼皮摺的位置 整個眼皮擦 它是啡得來大一點點金 而且它的顏色是顯白的 沒有帶藍調的 而且它們這個掃 幫你很均勻地塗整個眼皮 你不需要拿很多的份量都塗得很好 然後用斜角的一支 然後用斜角的眼影掃 這個超級適合用來畫下眼圖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香檳金色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小眼線掃用來畫下眼線 那我就選擇了這個深啡 先加一點點 這支掃用來畫下眼線 不會令你畫了出界 就變了很髒的感覺 剛才我鼻影掃用來有個小弟 那我就用它來blending眼尾的位置 點這個深的啡色 那我用它blending在雙眼皮摺內眼尾的位置 加深的眼尾就可以 它們的眼影每一支都很適合我眼影 再加上我本身的眼睛比較細 大家都知道 唇膏選了這個 是NARS的聖誕系列 豆沙色 然後我會加Karen's的這個Berry色的唇油 本身呢 我以為會很紫很黑 但是出來是有一個很美的梅色的效果 好 跟NARS這支超適合 好啦 那最後整個妝就完成了 那其實今天的妝容並不是重點 那重點就是掃 雖然它的包裝不是很漂亮 但其實它有其他的 即是有些紅色 粉紅色 粉藍色 那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喜歡的packing去選 那為什麼我要選這個呢 我就想選一個最便宜的回來看看 其實如果它是偏 basic的價錢 比較便宜的那些都做得好的話 其實它貴也應該會貴得有道理 也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就選了最便宜的 想不到真的出乎我意料的好 所以我這一套覺得 你說是不是拍得上一些專櫃品牌 甚至Forever的那些掃其實也不至於 只不過是以它的價錢來講 它做到的質素和妝感真的很不錯 不論是面掃和眼影掃 這套真的很喜歡 如果大家是會買掃套裝的話 就不需要買它這些獨立的大號掃 但如果你自己應用很多掃 反而是想試它這些大號掃 就可以單一支買來試一下 但我覺得它這些反而就沒那麼划算買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這個分享 因為我自己也出乎意料的開心 我塗到這一套便宜的化妝掃 我覺得很適合新手 又或者你自己買過一些便宜的掃 一直都沒遇到一些好好的 我都不妨試一下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們比real Techniques出來的效果更加漂亮 雖然real Techniques是不錯的 但是它的毛質沒有它那麼軟 而且沒有它爪分爪得那麼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就是如果你也買過一些瘦瘦的掃 或者是淘寶淘過一些好的掃 都不妨跟我分享 說我知道有什麼整理 又或者你買過是不行的 你也買過瘦瘦瘦的掃 是很惡劣的經驗的話 都不妨留言告訴大家 分享一下 有什麼問題下面問我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